女人说不就是要的五个时候 你知道几个 一 别理我 让我一个人静静 当她说这句话的时候 一定是你什么地方惹她生气了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被表面给骗了 然后真的乖乖走开 他们虽然这么说 但心里希望的是你陪她 哄她 而不是一个冷漠离开的背景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 她真的会更伤心的 这时候正确的做法是更加关注她 最好过来拥抱她 二 我不生气 当女人嘴上说不生气的时候 就表示她非常生气 现在赶紧想办法哄女人开心 要不接下来就是争吵 并且女人还会跟你说 你明知道我生气了 却不知道哄我 你对前女友是不是也这样啊 连哄人都不会 三 我错了 永远不要来找我 有时两个人吵了架 男生不停地向她道歉 结果越来越差 男生不停重复自己 哪里错了 哪里没有做错 女人就会越来越恼火 现在是讲道理的时候吗 女人要是说说不要来找我 其实是暗示 笨蛋还不过来安慰我 我太需要一个安慰的拥抱了 这时你讲的再多也没用 她必须要你行动起来 四 等我五分钟 每当你们要出门 她就会说 你等我一下 只要五分钟就好 但是有女朋友都知道 她们的五分钟就是半个小时 所以不要真的计时 当五分钟过去之后 然后开始不停地催 这样她会很生气 甚至会更慢 你要等更久的时间 五 没事我不要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女人是天生的购物狂 喜欢买各种东西 特别是衣服 当她逛街 看得好看的时候 表现得很喜欢 但突然说不要了 可能觉得太贵了 这时候男人如果你爱她 就帮她买下吧 女人就是口是心非 你一定要知道这种情况 说不要就是要的意思 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不要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好好爱她吧